大家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网的每日资讯,我是新陈。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每日资讯。 纾困金最新发放时间表,洛杉矶线进入橙色层级放宽防疫。 北加报告首例印度变异病毒。 新纾困金发放进行中,最近的时间表可以在这里看到。 IS目前正在发放新一轮的1400美元的新纾困金。 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已经通过邮件收到了这笔款项,或者是得到了直接付款的通知。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可以看这里了解最新的时间线,并且了解如何追踪你的付款。 对于富林区联邦救济的人士来说,如果没有在3月24日前收到直接的转账,就会收到邮寄支票或者一张储蓄卡。 部分人士可能会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发现一笔名为PlusApp累计存款的电子转账。 这是为那些2019年报税和2020年报税情况不同的人准备的。 IIS目前已经处理了这部分人的税表,并将继续以周围单位发放这些累计的付款。 对于领取各类社会安全福利的人群,IIS表示,大部分的收困金将在4月7号进入收款人的银行账户,但是获得退伍均匀福利且不纳税的人群收到付款的时机,则暂时不确定。 如果你收到的付款金额比你预期的要少,就可能和你的2019年2020年度的报税情况,或者是你调整后的收入变更有关,你之后可能还会收到IIS的累计付款。 不过无需提交一份修改后的税表,这些后续的付款可能会发给那些有了新的被抚养者的人群,比如2020年家中有了新生儿的人群,另外如果你的纾困金迟迟没有到账,但IIS的信件却说钱已经发出,那么你可能需要上报这个情况,或者是要求追踪付款。 疫苗护照的想法 现在已经引起了争议,因为当地政府和企业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强制要求接种疫苗,同时,疫苗护照也成了一个党派的问题。 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谴责这是政府越权和侵犯隐私。 安东尼·福西博士周一表示,联邦政府不会强制企业或者个人使用疫苗护照。 白宫已经表示,任何潜在的疫苗护照都将来自私人部门,而且政府几乎没有直接参与。 上周,宁约成为第一个推出疫苗护照的周,允许民众上传疫苗接种的证明或者是进入企业之前,扫描新冠肺炎阴性检测结果的自愿应程序。 加州下周将开始一项新的政策,允许活动场地要求接种疫苗证明或者是新冠肺炎阴性的检测结果。 与此同时,福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上周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全州范围内使用疫苗护照。 阿肯色州和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议员也在推动类似的措施。 洛杉矶县近日正式迈入橙色层级,酒吧可室外运营,三天客容量增加至50%,来看看具体还有哪些改变吧。 随着洛杉矶县尽管感染率的日趋改善,当地与今日放送了对企业的更多限制。 上周加州有关部门已允许该线从红色迁至橙色重开层级。 路线卫生部部长在声明中称,我们的数据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但大家依旧不能松懈。 虽然我们在疫苗接种上有了进展,但距离16岁及以上人群疫苗的覆盖率达到80%,我们还要大约十几周的时间。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迈入橙色层级的洛杉矶县,今日期将面临哪些改变。 将不提供餐食的酒吧,允许户外运营,但每位顾客的停留时间仅限90分钟,而且不允许吧台就座。 晚上10点必须打烊,只有在坐着吃喝东西时候可以摘下口罩。 桌子之间的距离必须达到8英尺,酒吧不能提供现场的娱乐活动,电视只能在室外播放,最多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家庭的六个人坐在一起。 并且不提供餐饮的啤酒厂和酿酒厂,可以在室内经营,客容量为25%或者是100人,以较少者为准。 晚上10点必须关门,室内座位需要提前预订,每桌最多坐6人,且必须来自同一家庭。 室内不允许提供现场娱乐活动,也不能看电视,只有在坐着吃东西时可以摘下口罩,桌子之间距离必须达到8英尺。 在餐厅内,室内客容量增加至200人或者是50%,以较少者为准。 在建商房内,室内容量从10%增加至25%,室内泳池可重新开放, 只有游泳时可以摘口罩。 在齐排室,可以室内运营,客容量为25%,桌子之间距离8英尺。 排桌上禁止食物和饮料。 在定义院内,客容量增加至50%或200人,以教授者为准,需要提前预订座位,只允许在指定区域内预留座位用餐。 在昌市和零售店,客容量提升至75%,卫生部门强烈建议在4月15日前仍然保持50%的容量,让更多的员工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 在理发店和个人护理服务,在戴口罩的措施下,可以将客容量提高至75%,对于顾客必须摘口罩才能进行的服务。 员工必须戴合适的N95和护目镜,或者是透明面罩、加口罩。 博物馆、动物园和水族馆,室内客容量提高至50%,而礼拜场所,室内可举行客容量50%的礼拜活动。 在家庭娱乐中心,室内可举行客容量25%的娱乐活动,比如保龄球、密室逃脱。 青少年和成人体育活动当中,可向卫生部门申请批准两个以上团队或者多人的体育赛事,锦标赛或者是竞赛的比赛许可。 我花了15000才来到这里,佛罗里达迪士尼度假区一位男子聚测体温被逮捕。 一名男子因在佛罗里达州迪士尼之前度假区拒绝接受测体温而被警方逮捕,他告诉警方不能赶走他,因为他在这趟旅行上花了15000美金。 这名男子叫做佛里,是一名来自路易斯安娜州的游客,他在2月份绕过了度假区的医疗检测,并拒绝迪士尼员工检测他的体温。 最近,警方发布了一组视频,展示了当时的景象,在警方告诉Cell他被视为非法入侵时,Cell说,我花了15000才来到这里。 园区的安全经理告诉Cell,他当时不再受到欢迎,Cell便和他争执了起来,还冲他大喊大叫。 视频中还有一名女性的声音,请求警方不要逮捕Cell,对方则回应道,他根本没有在听,他只是接受体温,检查就好,就这么简单。 在视频当中,Cell还问警方是否可以在赶他走之前测体温,得到的回应是他们会在监狱里给他测体温。 视频还显示,Cell声称他是迪士尼的股票持有者,Cell目前面临非法入侵的指控,但他表示不认罪。 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向湾区,湾区出现美国首例印度新变种病毒。 上周,发现并确认了湾区出现新的印度新冠肺炎的病种。 Stanford相信这是美国首例,此变种病毒具有L452R突变,以及另一个重要的尖峰突变。 上个月,美联社首次确认了在印度发现的新变毒。 专家警告,英国变种更容易传染儿童和年轻族的族群。 这种担忧将造成另一波的疫情。 根据拜登新冠疫情自选委员会成员博士, 英国出现的B117变种跟以往的病毒数不同。 这种变种很容易感染孩子。 在明尼苏达州,超过740所的学校报告了该种的变种病毒病例。 在密西根州,更多的年轻人感染此种变种最终住进医院里。 与之前的新冠病毒相比,这种变种病毒造成的症状更加严重。 在其他国家也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 超过54%的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而超过75%的同年龄组至少接种了一次新冠肺炎的疫苗。 虽然这个年龄组现在受到相对良好的保护, 但随着B117变种的传播,年轻群体仍然很脆弱。 专家说,这种变种更容易具有传染性, 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研究表示,它也可能更致命。 目前在密西根等州,大量住院治疗的人是30多至40多岁的人, 甚至可以看到更多的儿童也受到感染。 在佛罗里达州,官员们上月底报告说, 18到25岁年龄组的病例数增加。 新泽西州官员上周说, 包括B117、军书在内的变种导致病例数和住院人数增加。 包括年轻、年龄群组, 该州在3月份20到29岁和40到49岁年龄组的住院人数分别增加了31%和4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华人生活王每日资讯, 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